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时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大家好 进到十月份 我们讲到的内容 应该是教会观 讲什么是教会 教会的目的等等 但是这些大的题目呢 我今天不打算讲 我认为这个大的题目 还是交给张牧师来讲 比较好 基础性的东西 大的大的东西 我讲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就是说 教会中的纠纷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 这个问题 其实 这个教会啊 起码在英语方面 我们的进信会 在维多利亚省的进信会 有个联会的 你叫总会也可以 有个总部的 联会呢 对于所有的进信会 就是在维多利亚省 一共有 二百二十家进信会 有个推荐 因为教 总会也看到 原来在各教会当中 会发生纠纷的 我们要坦白的 教会里面也有纠纷的 教会里面充满有问题的 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 我们都不是圣人啊 所以来到教会 教会里面也有 也有问题发生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 教会里面的纠纷呢 总会有一个推荐的 就是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八章 有纠纷的时候 你不要到处说他的坏话 你一个人跟他一个人说 他得罪了你 你一个人跟他一个人说 他不听的时候 再找一两个人跟他说 再不听就告诉教会 总会就推荐这个步骤 那么呢 那么各教会听见呢 就是好 这个方法很好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但是有一部分的教会 就感觉很困难 哪是什么教会呢 那部分的教会就是 那一部分的教会呢 就是少数民族的教会 对了 少数民族的教会 那英语的教会 就是澳洲人的教会 各个都说好 这个方法很好 少数民族的教会是什么呢 中文堂的教会 还有韩语堂的 越南堂的 还有呢 连东欧那些的 堂的教会 俄罗斯啊 罗马尼亚的教会 意大利啊 他们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 这个行不通的 在我们的文化行不通的 他得罪了 我直接跟他说 行不通的 我们一定要间接的 一定要找一个中间人的 中介 我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呢 他们说因为我们是个 关系网的文化 英文堂的教会呢 英语的教会是个 非关系网的文化 什么叫关系网的文化呢 他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我们有个关系网的 我们出来要顾忌 我们的爸爸妈妈 怎么看法 我们的叔叔 我们舅舅 我们的阿姨 有怎么看法 我的弟弟 有怎么看法 我的弟妹 有怎么看法 我的儿子 有怎么看法 我的儿媳妇 有怎么看法 那有个关系网 我们是很怕得罪人的 就我们要尽量保持 每一个人的面子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 直接的 这个少数民族 提出来的 好 那么但是呢 我们要留意一点呢 不论任何的文化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 而且呢 主耶稣对那些门徒 这样说的时候 这些门徒是什么文化呢 是犹太人的文化 犹太人是个关系网的文化 还是个非关系网的文化呢 犹太人的话 也是个关系网的文化 跟我们中国人是差不多的 所以耶稣就针对这个文化说 有人得罪你 要直接一个人跟他说 不要跟其他人说 耶稣针对的就是这种关系网的文化 所以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的少数民族的教会 我们还是不能够越过圣经的教导的 还是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处理教会的纠纷的 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全本圣经最被教会忽略的一段经文之一 还有其他的 我们都不理 我年轻的时候都看过这段经文 我们都不理 发生纠纷呢 总是跟别人说 说他什么有什么不好啊 不敢直接跟这个人说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们要面对耶稣基督的教导 好了 那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怎么解决教会内部的纠纷呢 他给我们三部曲 三个步骤 第一部是什么呢 单独指出来 十五节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起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那么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 但是这里面呢 也有些细节的 第一啊 就是必须要单独 因为耶稣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处的时候 这样说 单独的 其实原文呢 还没有这个你这个字 就是倘若你的弟兄犯罪 或者是做了一些错事 没有那个你这个字 那么就说你觉得他做错了 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两个人的时候 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对他说 你就跟他说 你不要在外面讲他的不好 你这样讲了 对他很不公平的 假如你让他知道了 他就会精准 他说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呀 你要在外面说我的话坏话 你不跟我直接说啊 你那时候就很糟糕了 所以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单独 必须单独 这个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我们没有这种勇气 好 除了单独之外呢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必须明确 因为怎么说呢 耶稣说 趁着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就指出他的错来 就明确的指出 你这个事情做错了 指出他的错来 不是转弯 摸脚的 在我曾经牧养过的教会 我曾经牧养过四个教会 不算这个 那么 有一次有一个姊妹 她明显的对我不满意 她很生气的来对我说 是不是 有没有看过某某杂志 我说没有 你看一看 我说为什么不要看 好啊 这本杂志好啊 她讲了是走开了 那我知道有点不对劲 但是我拿了这本杂志来看 里面有很多篇稿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猜他的意思是说 这本杂志里面 有一篇文章 刚好就针对你的问题 我猜他是这样子了 但是我看来看去 我不知道他讲哪一篇文章 这指出我什么问题 所以呢 他好像直接跟我面对 但是他没有指出我的错来 他还是很间接的 那我怎么知道 到底我出来在哪里呢 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耶稣说 指出他的错来 那么后来呢 他看起来没有效了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来跟我说 他说不是啊 你是不是很重视人才的 我说人才各个都重视啊 他说我跟我丈夫不是人才 我说圣经没有这样说 圣经说各个都是人才 各个都有恩赐 是不是啊 问题是你的恩赐在哪里 他说我们两个虽然不是人才 但是我们两个很忠心 我说好啊 忠心很好啊 我也没有说他 他们两个不忠心 然后他说了 他就走了 那么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他不够直接 孙姆斯林到底你的错在哪里 他没有直接 还是间接的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呢 就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一个人跟他 一个人过不去 就请他吃顿饭 吃饭的时候 关怀他的身体 哎呀你小心啊 你最近咳嗽啊 怎么样一味就就行了 那还是间接的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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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领教 我这种请我吃饭 吃了一顿饭 我还不知道他 他在他想讲什么东西 就是不没有 没有那种信心 直接的指出来 你的错在哪里 所以到最后 还是不了了之 啊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必须明确的 指出他的错来 但是这里面还有个大原则 我们必须遵守的 哎我们这里提到 我们中国文化啊 论语里面有那么一段话 他宰我问三年之伤 宰我这个名字挺奇怪的啊 宰我宰我是孔子的 其中一个弟子 他来问孔子三年之伤 是伤 什么三年之伤呢 父母死了 我要三年 就是就是守这个伤 伤伤伤理 就说我不吃很好的东西 我不穿很好的衣服 怎么怎么样 三年之伤 他说其事久矣 就是这个 这个期限呢 太长了 一年就够了 我没有把他 所有的的话都都录出来啊 子月孔子说 食伏到衣服紧 欲辱安湖 就说你吃好的东西 你穿好的衣服 你感觉你感觉了平安吗 月安 他说我 我觉得平安啊 啊 那乳安 这为之 那孔子说 你感觉的平安 你就做了 啊 宰我出 就是宰我走出去之后 子月孔子说 语之不仁也 这个语就是宰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啊 他这个人呢 不不不 不是个 不是个好人 有专家的指出 孔子连他自己的弟子 都不敢直接的指出他的错 要等他出了之后 出去之后 就跟其他的弟子 这个人不好 啊 那这是我们中国文化 间接的 在别人面前说 不敢直接说了 但是耶稣就怎么样了 耶稣就就 直接对门徒说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 耶稣是直接 责备他的门徒的 他没有间接的 他对法利塞人也是直接的 啊 直接针对他们 啊 这个就是圣经的方法 好了 但是这里边呢 假如在教会里边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为的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为的目的是为了得人 哎 十五节最后一段怎么说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哎 这个很重要 你到底你跟他说话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的目的是要得到他的心呢 你的目的不是要打倒他 你的目的不是要辩倒他 哎 你你你一定要要要要要 就是就是得到他的心 所以加拉太书那里 讲得很好 加拉太书第六章 他若有弟兄犯罪 你就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那你说温柔的心 不能用跟他辩论的心 要用温柔的心 哎 那么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 你怎么跟他说呢 这个态度很重要 不是找他来算账 那样子 态度非常重要 特别要用温柔的心 不是为了吹一口气 也不是为了要打倒他 我认识一位姊妹 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最近对她说 我说在全中国 还没有找到 你那么温柔的人 她听了 她说是 很多人都对我这样说 她在中国找不到 我这样温柔的人 你不是第一个 对我这样说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 今天除了需要诚实之外 还需要温柔 一吵架起来 特别是在家里 都不知道什么叫温柔 都不知道怎么样用温柔的话 去跟对方说话 其实在全中国 还有其他温柔的人 我也 我也见过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经过一种斗争文化的洗礼之后 我们很需要重新寻找这种温柔的心 其实温柔的心是非常好的 甚至说温柔的心能够把人挽回过来 温柔能够得到人心的 我们常常 假如你不用温柔的心 你用骂的心 你用辩论的心 甚至有些人 就是不是直接的跟你谈 用间接的 那是用全数 全数呢 是行在暗中的 温柔的心 去挽回的是 行在光明中 圣经说 你们不要行在暗中 要行在光明中 能够挽回人的 用全数呢 最后你能够赢到辩论 你能够赢到选票 但是你不能够赢到心 你用斗争的方法 也不能够赢到别人的心 一定要用温柔的心 所以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要赴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就是这个原因 用温柔的心 才能够赢到别人的心 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 你跟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用温柔的心 好 这是第一步啊 那么第二步怎么样呢 就是两三个人 十六节那里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啊 好了 那么你走了第一步之后呢 就是刚才十六节的上面说 他若不听 就说他 就是里面隐藏了一个可能 就他若听 你就不需要走第二步了 他若不听 你才再找另外一两个人去 啊 其实按照我个人的经验 大部分的情况 他是听的 我曾经好几次 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个人 他跟女朋友同居 我就私下找他来 我指出他的错来 我说这个是不好的 不应该的 啊 那么为什么不等呢 啊 等等 我跟他说 啊 说圣经的真理 啊 我要显示我自己对他的爱 对他的关怀 没有意思 他是不听的 我说你们停止吧 他就停止了 啊 我们我们基督徒啊 按照圣经 我们是不赞成同居的 啊 我们赞成你结了婚之后 才有方式的 啊 每一个都听的 啊 我很感谢主 啊 大多数人都是听的 在我曾经牧养过的 教会 有一个姊妹 是全教会 最自卑 自信心最低的 一个姊妹 我们陪了他好几年 他都不成长 有一天他对我太太说 可是我生了母母姊妹的气 生了他四年的气了 他这个人怎么样 我太太马上禁止他说 哎 你不要跟我说 按照马太夫人第十八章 你不要跟我说 你跟我说就说他的闲话 你直接跟他说 哎 他说我怕 一个没有自信心的人是很怕的 哎 我怕 我太太不断的鼓励他 我也不知道鼓励了三次还是四次 你跟他说了 我为你祷告了 你温柔的心跟他说了 最后这个姊妹鼓起勇气 找另外一个姊妹 他很赞叹 你知不知道啊 我生你的气生四年了 我不知道啊 什么事什么事情啊 告诉他什么事情 两个一谈 才发现原来是个误会 谈了之后呢 他们两个成为好朋友了 他得到他的心 他也得到他的心 成为好朋友了 哇他很高兴 来跟我太太说 哎呀很高兴啊 从此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姊妹就成长了 她的心心不断的成长 她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 她慢慢的 她到外面去打工 分的是西人去打工啊 去到他们家里面去 就是清洁啊 自己坐车去啊 现在会讲几句英文了 哎 等等 她成长了很多 以前不敢出去打工 也不敢讲英语 我们发现 哎 原来一个自信心不够的人 也可以成长的 那个是个关键 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他一 他进那一步呢 他就开始成长了 多么好 好了 走了第一步 往往不需要走第二步的啊 大多大部分的情况 不需要走第二步的啊 但是呢 假如他不听了又怎么办呢 哎 你就找一两个人去了 排那这样子呢 你找他说 你就另外带一个两个人同去 那你带一两个人同去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排除了那种主观性 因为你一个人可能很主观 你说他错了 可能是你自己错也说不定 你带一两个人去啊 那么你呃呃呃 这样子呢 你就比较公平啊 呃 而且呢 不要多过一两个人 耶稣说一两个就是一两个 你不要带三个人去 你带三个人去呢 你们加起来就四个人对一个人了 我告诉你 那个就不好了 那个就往往变成是一群人 往往在那个情况 我也我也遇过 呃 七八个人对一个人 那就变成是个批判大会了 呃 对方是受不了的 啊 你要带一两个人去就够了 啊 不过呢 我们要留意 耶稣很重视 那一两个人再加上你 就是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的意见 两三个人的意见 我们要听的 一个人意见 我们不一定要听 但是两三个人的意见 我们要听的 不然我们就错过了一个成长的机会 啊 最后我们自己会吃亏的 啊 呃 在香港有一位很好的牧师 是我的好朋友 当有人指出他的错的时候 牧师说 我认为你这个事情做错了 怎么样 你知道他怎么样呢 他很有风度的 他说 好 谢谢你的意见 假如他不同意的话 他谢谢你的意见 啊 然后他就会加上一句 哎 你好不好 假如有人跟你的意见一样的 好吗 再找 找他们来跟我谈 那么往往呢 那个弟兄或者姊妹的 就找不到另外一两个人 那那这个事情就就就完了 这是最好的应付的方法 都去跟他辩论 谢谢你的意见 啊 你再找一两个人来给他 假如有人跟你同一同意见的话 啊 你发现耶稣很重视这一两个人 加上你自己三个人的结论呢 然后耶稣就说呢 提到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 他第十六节最后一句怎么说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为什么两三个人呢 因为假如你带了一个人去 你们就是两个人了 假如你带了两个人去 你们就是三个人了 所以两三个人的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这里啊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所谓见证啊 并不是说见证人 就是呃 就是在场的呃 那种见证人 不是那种 就是说你们两个发生纠纷 有两三个 有人在场看见 不是那种 所谓见证人的就是说 你们好比说你带两个人去 一共四个人了 啊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都可以指出那个弟兄的错了 为什么说句句都可定准呢 因为被指出错误那个弟兄呢 往往他会他去否认的 我没有这样说过啊 但是两三个人就不能 诶 刚才你是这样说的 你不要你不要抵赖 刚才你是这样说的 你是用了这个词的 对不对 所以凭两三个人 当时你们两三个人跟他讲话的时候 那个见证很重要 让他没有办法否认 他所讲过的话 诶 这个非常重要 假如不是他过后 没有啊 我没有这样说过啊 也没有录音 谁 怎么证明他真是说过这样的话呢 所以句句都可定准 好 那么 所以这两个人 两三个人的结论呢 就非常重要 让有错的一方 没有办法去否认的 好 那么这就是第二步了 那么坦白说 要走到第二步呢 就不是太好了 是不是 我自己的经验 我曾经走过第二步 但是我发现 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但是我有一次的经验 我也见过其他的经验 走到第二步 往往已经比较不太好了 但是还有第三步 就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教会 耶稣说17节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那这里就提到教会了 其实这里有个题外的话 这是按照我的理解 这是耶稣在跟门徒相处的时候 第一次提到教会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这种的教会还没有成立 门徒没有说 教会 什么是教会 这个我留在张牧师来说了 什么是教会 教会的基础在哪里 怎么样成立 这我留给张牧师讲的大的问题了 那么当时门徒就 反正就接受了耶稣的教会 就告诉教会 那么若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就是耶稣在这里说 若不听他们 就是那上面的两三个人 就是耶稣在这里也认为 假如两三个人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耶稣也是认同那个看法的 所以你不要轻看 这两三个人的看法 这个结论 所以耶稣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倒要告诉教会 就比较严重 那告诉教会 到底告诉谁是教会呢 是不是告诉全教会呢 上来宣布 默默人啊 他得罪了我 怎么怎么样 当然不是这样子 一般都没有这种机会的 所谓告诉教会呢 就是应该是告诉教会的代表 诗期间那里说 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应该是告诉教会的代表 谁是教会的代表呢 我个人认为教会的代表 就是牧师传导 也可能再加上一些 一些其他的领导人 就是默示在我们美成教会 就是说我们功能小组里面的 几个弟兄姊妹 比较成熟的 那么 那正如我刚才说 走到这一步呢 就比较严重了 那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一些比较严重的例子 好了 那么告诉教会 告诉教会的代表 教会的代表会怎么样呢 若是不听教会 就怎么怎么样 看他如外邦人一样 就是说 耶稣尊重教会整体的判决 若是不听教会 就是说教会会找他来谈的 所以才说他不听教会 教会的这代表 牧师传道 还有其他领导人 会找那个人来谈 那么 那么 谈的时候 一般的我知道的教会 谈的时候都是用温柔的方法 先用温柔的方法去挽回他 那么 所以先要经过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的教会的代表 也是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的 不是一下子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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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教会了 所以我也不赞成 你对某某人不满意 一下子就告诉牧师 这个也不好 你先要走了第一步 第二步 你才走第三步 你跳了一步就不行了 就越过了耶稣的教导了 好了 好了 那么你假如走了第一步第二步 现在又走第三步了 那怎么样呢 这个教会就要执行纪律了 在我们基督信仰的教会里边 我们有所谓教会纪律 教会里面也会有人犯罪的 教会里面也有人有问题的 那么问题我们不能够做事 我们要执行这个纪律 执行纪律呢 怎么样执行呢 他那里说 他不听了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信的人 还没有信的人 就是他还是不听呢 尽管他可能已经得到这个救恩 但是他的行为呢 就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就是我们不当你是基督徒了 当然教会不能够把他赶走 不能够说有人守住门口 不让他进来 这个不可能的 他进来我们还是让他进来 但是呢就是不当他是个基督徒 你要重新听到 你要重新悔改的 这样子 好了 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那里 讲到一个更严重的情况 那里讲到一个人 他跟他的继母发生奸淫 那保罗就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说你们难道不审判教会里面的事情吗 那么后来保罗就说 要把这样的人假如他不悔改 要把他赶出去 圣经哥林多前书那里 要把这种人赶出去 保罗还说 我们不是动不动就把人赶出去的 你说你迟到15分钟 一次劝导 两次劝导都不停把你赶出去 那保罗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赶出教会的 那假如这样的话 我们各个人都有错 只是犯了严重的罪 那里列出来一些严重的罪 奸淫啊 勒索啊 他提到勒索 我也挺奇怪的 意思是比较严重的罪啊 他还是不听了 就把他赶出去 就是开除他 这样子 犯了严重的道德上的罪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在我以前曾经牧养过的四个教会当中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他在他的功能组里边 跟那个组长发生纠纷 这个弟兄挺奇怪的 他到了任何的地方呢 都会跟人家发生纠纷的 他的个性很奇怪啊 当大家开会讨论 他我们决议是采取第一个方案 他一定要说第二个方案是比较好的 那么大家投票 大家都举手说第一个方案是最好的 到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啊 他又就是重提的 还是第二个方案最好 他还是重复他以前那个理论 连自己都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心意的 长篇大论 大家都很不耐烦 到第三次开会的时候 他还是再提这个事情 还是第二个方案最好 怎么样啊 这个事情老早已经决定了 到第十次会议的时候 还是说你看 还是第二个方案最好 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那个组长啊 就是不耐烦了 组长说 这样子吧 我不当组长 由你来当组长好不好 他很高兴啊 因为他想当组长 但是其他的弟兄怎么 不行不行 我们要你当组长 那么这个弟兄都很生气了 他就站起来 他大丈夫顶天立地 我就不干了 他就走出去 他走出去找我 刚好我在教会办公室 孙牧师啊 你来处理啊 我们的组长欺负我 那好了 我就进去了 我听他们一说 我就坦白的对这个弟兄说 喂 是你不对啊 然后他又站起来 大丈夫顶天立地 我不干了 他就走出去了 但是走出去之后呢 他过了几个星期呢 他说哎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来 哀求我 又回到那个组里边 那种人 那我们就你走就走了 那后来呢 他就走 他说他跟那个组长 单独的面对面 好几次 没有办法解决 那这也是他采取的第一步 然后我就对他说 你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走第二步了 找一两个人跟你同去了 他就找我去 做第二个人 但是他发现 有一位姊妹 是非常赞成他的 非常同 就是同意他的 同情他的 他说我要把 那个姊妹也带来 我说好啊 那么他找了我 跟另外一个姊妹 就是两个人呢 再加上他的三个人呢 一同跟那个组长谈了 我们四个人一同谈了 谈了好久 连那个姊妹 平时是很同情他的 对他说 哎弟兄啊 你对他是有偏见的 这是这个事情你错了 他还是不承认 哎不是的 你们都搞错了 你们三个都搞错了 哎哎哎哎是怎么样啊 他还是不服气 他自己提出来 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的领导人 其实我也是 我就是教会的牧师 还加上其他的 我们叫同工 同工小组啊 教会的同工 我警告他 我说你不要走这步 你走这步是对你不好的 他一定要走这步 好了 到了我们的同工会 各个都说他错 各个都说他错 然后他说 哎呃 当时师母在场 呃 师母会见证是我对的 那大家就说 哎师母在啊 现在在在 他在另外 我太太在另外一个房间 预备茶点啊 哎 那么大家就说 假如叫师母来做证人 指证是你错 你愿不愿意道歉 他说我愿意啊 但我太太来了 还是指是他错 他说哎师母你搞错了 那这种人 到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的就是同工会的主席 就对他说 弟兄 你不要做了 教会任何的事 你都不要做了 我们没有把他赶出教会 我们只能把他赶出 同工 所有的事丰的岗位 你不要做了 他就不服气 但是被他控告 那个弟兄呢 反而很好 他说 这样子吧 这个事情也是 因为我而引起的 我就引就辞职吧 这个弟兄很好 他很大方 其实他做不做 无所谓 他说引就辞职 那么这个 这个控告人 弟兄看见 哎 你也引就辞职 我就陪你一起了 我好过一点 这样子 他以后教会 他不再给他任何领导的岗位了 经过这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 这三步还是很好的 真是走到那一步呢 其实当然对这个弟兄是不好的 但是他自己要的 他自己要求走这三步 好了 我们就让他走这三步了 其实这个事情呢 我在德国的时候 那个三十多年前 在我参加那个德国人的教会 就发生了一件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 那是牵涉了道德的问题 有一个弟兄 教会还请他讲道的 他常常讲道的 但是有一次这个弟兄提出来 教会要聘请我 做你们的传道人之一 他太太就告诉教会一些弟兄 不要啊 我的丈夫是常常欺骗的是 十四十五岁这些未成年的少女 跟他们犯奸淫的 他太太本来要替他隐瞒 他做的传道人 这个祸害更大了吗 那一两个弟兄呢 就去找他 找这个弟兄 那本来是他太太跟他一个人谈 谈了好几年 不行 这一两个人再去找他谈 每一次找他 现在没有事了 现在我悔改了 所谓悔改 不是真正的悔改 又再犯 找了好几次 最后这两个弟兄呢 就告诉教会了 教会的长老 那个教会是我们叫长老的 不叫传道人 告诉三位长老 三位长老就跟他说 首先也是跟他劝勉他 温柔的挽回他 他还是不听 最后长老们就警告他 他说你 我们到这个星期天 你假如还不悔改 我们就公开宣布你的罪 把你开除我们的教会 所以礼拜天我去了教会 有一位长老就宣布这个事情 哇 我很震惊 但是我同时很佩服那个教会 他们能够去公开的面对这个事情 当天那个弟兄也没有参加 他知道不对劲了 他就以后也没有来了 就把他当成是外邦人 我自己我很佩服这个教会 能够有这种勇气 而不是在教会里面 看见有一些罪恶发生而不理 他们也是经过这三步 所以弟兄姊妹 我认为我们教会 也需要跟别的华人教会不一样 我们面对教会里面的问题 我们也是要这样处理 我们可以看看 最后的一些结论 耶稣讲完了这个之后 他宣布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就是说教会有这个权柄 教会集体的一个决定 有一个权柄 在牧师带领之下有一个权柄 就说你们捆绑 说这个人有罪 这个人就被捆绑 你们说他没有罪 释放他就没有罪了 他给教会有这个权柄了 所以教会的确是从耶稣那里 拿到一个权柄了 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权柄 而且耶稣又加上 说祷告是很有力量的 十九到二十节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我们一般的基督徒 引用耶稣这句话呢 就好像两三人在那里祷告 当然是 我认为也可以这样应用 但是耶稣是指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个弟兄犯罪 你一个人跟他谈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祷告的 你要跟他一同祷告 你们就两个人了 假如你找另外一个人去 你们就两三个人了 是不是啊 两三人一同祷告 一定要用祷告来开始 祷告来结束 用祷告的心来把这个事情交给主 这样子的话 主就答应我们的祷告 在我们中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自己每一次跟一个弟兄谈话的时候 我说你错了 我去的时候一定跟他一同祷告 在祷告之下 我们两个都会谦卑 谦卑下来的 所以这里耶稣讲到 祷告的力量非常非常重要 刚才我跟英语堂的人 开祷告会的人 我们刚好有三个人 英语堂的负责祷告会的人 都说哎呀 我们到教会 参加祷告会的人太少了 我说不要紧 我见过很多教会 有个大的祷告会 几十人的祷告会 我发现那些大的祷告会 内容一般都是比较肤浅的 比较表面的 因为大家都不敢 一些深入的东西 都不敢提出来祷告 就是说慕名人病了 我们替他祷告 这样子 我发现两三个人祷告 反而来的比较深入 比较更广 所以我这几年 我很喜欢跟两三个人祷告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同祷告 我跟另外一对夫妇 我们两对夫妇 就是四个人了 一同祷告 我发现我们的祷告 是比较更深入更广 所以我认为 教会一群人一起祷告 有它的作用 新约圣经里面也有 为了特别一件事情 一百多个人一同祷告 那是需要的 就为了一件特别的事情 但是经常呢 我反而主张 两三个人两三个人 你们在家里祷告 教会一个一个的祷告小组 那种那种呢 祷告是更有力量的 耶稣说两三个人 我认为耶稣的意思 并不是说 两三个人一起 那么有力量的 两三百人就更好了 两三十个人就更好了 我认为耶稣没有这个看法 我认为耶稣是两三个人 就是两三个人 所以 我必须说 是我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领受 两三个人的祷告 更真实 更深入 特别是你跟一个弟兄 讲他有什么错的时候 更需要这种 两三个人的祷告 最后呢 我们就算跟这个弟兄 谈了之后 他说 他悔改了 我们还要不断的摇述 二十一到二十一章 二十二节 那是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了摇述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耶稣的 就是跟他讲数字了 其实耶稣也并不是说七十个七次 就是说 无限的摇述 好了 你跟这个弟兄谈了 他说 好了好了 没有事了 但是他 后来又冒犯你了 那你怎么样了 你还是要摇述他了 你不断的摇述他 你跟他这个沟通之后 不断的摇述他了 那我们没有选择了 还是要不断的摇述了 其实 我自己很感谢主 我准备讲这篇道 这几天在我身上就发生一个事情 礼拜五吧 我就写了一个 打了一封信给一个弟兄 不是我们教会的 我讲到永远不举本教会的例子了 我就跟那个弟兄打了一封信 我指出他的错来 我说弟兄你错了 他收到我的信 他很生气 说说不说是你错呀 你这样子叫我很失望 怎么怎么样了 那么然后我又打了一封信给他 我很诚恳的 弟兄 为什么我说你错了 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那么 但是我说弟兄 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吧 我早一天跟你坐下来谈一谈吧 我说其实我很佩服你 你是个很好的弟兄 你看你对我多么好 你最近对我 做了这个好事 那个好事 你对很多传道人的很好 我很佩服 我们教会里面很需要你这种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们面对我们的弱点的 一些别人的意见不一定对 但是别人的意见往往点中我们的要害 他讲的话必须完全对 但是他讲的范围往往是点中我们的要害 我们要有这种谦卑的心 有一种广阔的心 去听听弟兄姊妹的意见 所以我对他这样说 他就软弱下来了 温柔下来 哎呀 他说 是的 我很乐意跟你坐下来谈一谈 我谢谢你 我们找个机会谈一谈吧 我很乐意面对自己的弱点 那我就又 今天早上 你起来我发现他打了一个信给我 我说感谢主 我说弟兄 我说 我第一次跟你说话的时候 就提出你的弱点的时候 我是很挣扎的 但是我看出你是个成熟的谦卑的弟兄 所以我就大胆 凭信心来跟你讲这个 我说你这么谦卑 那么成熟 我很为你感谢主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能够做这一步 是不简单的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关系网的文化 我们很不别人的面子 我们不想伤害对方 而且我们自己是比较信心 自信心比较低的 就不敢去冒险 这的确是个冒险 我冒了跟他关系破裂的险 跟他指出他的缺点来 但是感谢主 我说这是个机会 我们两个一同成长的机会 各位弟兄姊妹 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呼吁 我相信在一些人心里面 有一个人你是生他的气的 有吗 我相信有了 我今天提议 你回家为他祷告 你为你自己祷告 求神给你勇气 单独的找他出来 面对面的 直接的 温柔的 指出他的出来 平的要挽回他的心 温柔的心 我相信当你做了这一步 你的信心会大大的增长 你跟他的关系也会更好 我个人的见证就是这样子 很少数的情况需要走到第二步 第三步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走这步 我也鼓励 假如有人来找你 说你错了 你抱了一个很大方的 谢谢你的意见 让我考虑一下吧 很客观的 去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是有这个缺点 万一你认为你没有了 你说你好不好找另外一两个人来 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等大家有一个客观的意见 很可能是他搞错了 所以我鼓励我们用耶稣的方法来处理教会的纠纷 我以前在退休那个教会 曾经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对我说 说不是我们教会很奇怪 我们这个教会是没有是非的 哎我说对呀 我们这个教会这些是没有是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建立了一种文化 就是有什么事情直接跟你说 那就没有是非的嘛 是不是直接跟你说 说了原来就没有事了 所以教会是没有是非的 可不可以呢 我认为是可 按照我的经验 我在两个教会里面 我都用这个方法 当时讲的时候可能很生气 有一天在以前香港的教会 有个弟兄很生气 说是不是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 我说我这样子因为怎么怎么样 他说你不尊重我 那那我后来我就向他道歉了 对不起啊 第二天我看见他 跟他握握手 拍摆他的肩膀 他也用了手揉住我 我们俩就好了 直接的直接的对话 是最好的方法 这是 这不是我们中国文化 但是这是圣经的真理 我看我们还是要走 耶稣的吩咐是最好的 就算是夫妇的关系 也要这样子的 夫妇的关系最难温柔下来 你跟你丈夫太太的关系 也要这样子 直接的面对 好过跟其他人 我老公怎么怎么样 我太太怎么怎么样 好过这样子 好我们低头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是承认 我们中国文化的软弱 我们往往很间接的 不敢直接的去指出 我们弟兄的错来 今天求你帮助我们美城教会 我们能够有这种信心 有这种勇气 去遵循你对教会纠纷 如何解决 用你的方法来去解决 我们教会的纠纷 以致我们教会 也可以变成一个 没有是非的教会 我们是个合一的教会 主啊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心中 可能有些人心里面 有一个人 他仇恨他 或者是生他的气 生了好久了 主啊 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姊妹 让他们有勇气 有温柔的心 去面对另外一位 以致他们能够 在信心方面成长 感谢主 我们的缺点 我们的软弱 请你自己来补足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